什么?国服暗信居然在出吸血刀? 来自粉丝想要国服暗信者牛牛的投稿 要不看国服暗信在用什么出装? 我发边的国服版几乎全是光信啊 直到国武时才找到一个暗信玩家 真不容易啊 这个备战怎么这么奇怪? 吸血刀? 苍虫? 不出莫斯吗? 来我这就去试试 明文七宿命 三红月 十狩猎 十鹰眼 在上个赛季堪称完美 但取收攻速一直之后 在我看来 三个红月等于用一百点血量和八点悟抗去换一点八攻速 对前期弱势的理性来说 真的划算吗? 至于那1.5的暴击率 哎 发现一只野生亚瑟 算你倒霉 怪我脸黑 半天才出一个暴击 只能说红月这玩意 要么不带 要么全带 明文只能给到四颗星 反正信不是一位要无脑进野区的 七级弱出电刀 在普遍没有魔抗的中期 伤害确实过亢 不带惩戒 就必须要先忙队友抢邪肉 然后在大刀阔斧的进队面野区吃蜘蛛摊 下路马上要打通关了 电刀加爆裂加吸血刀 遇到落单的狼狗能秒吗? 二技能减速 大招击飞 呜呜 气氛夺在这里啦 顺便拆个塔吧 但没有默示 速度又会怎么样 给大家三秒钟忙猜一下 3 2 1 不该啊没换彪 再来一次 啊 丢啦 声 暗信一技能一削再削 没有默示攻速 真的差点一吃 而且后期换抵抗血 也是必不可少了 再来看看神装表现 我现在经济很高 有枪虫 有诱化 还有吸血刀 一打三应该能擦掉吧 杀不掉应该也能跑吧 总结一下 这套国服血手的御用出装 在我手上的表现就是 中期能打能扛 但后期相当乱乏力 差点弹慢 吸血也吸不起来 没有国服水平 我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尝试 对中低分多玩家而言 这套才是最适合的 出装评分三颗星 五局试试战绩 两胜三负